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贝尔金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苹果官方指定的第三方品牌配件供货商 贝尔金充电头直接在苹果官网就可以购买到 足以证明贝尔金的实力了吧 我手上这一个就是他家的65瓦漫威联名款的氮化加充电器 官方售价是298元 这个做工和用料怎么样 跟我们国产卖的很贵的安克相比究竟如何 我们这期视频就是测试它 拆解的话也是必须的大家持续关注我 喜欢我的视频的帖子们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吧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咱们话不多说 开箱这个贝尔金漫威联名版 这个贝尔金65瓦淡化加充电器 盒子主体白色 这边是绿色 然后这里有漫威的logo 贝尔金的标识 漫威联名的标识 这是充电头的图片 65瓦双口B式充电器 也就是一个折叠拆角的充电器 说的是通用的兼容性 兼容性好不好 我们测试了就知道了 背面的话就是英文的一些规格信息 这里有一个迪士尼的防卫标识 我们直接打开盒子 充电头有两个卡子把它卡住的 正品的贝尔金卡子上面都有记号 盒子底部里面说明书都是这么多 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 这个是合格证和保修凭证 电子产品有害读物清单 这个是连接设备担保 如果这个充电器在充电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贝尔金是要负责的 这个是他们的担保书 这个就是充电器本体 折叠插角的设计 背面的话有一张纸贴着的 我们把它撕掉 充电器双口设计 内部舌片都是黑色 这一面为光面的设计 这边是贝尔金的标识 钢铁侠的联名标识 漫威的标识 这边是规格信息 3C认证 循环10年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这里写着 仅适用于海拔2000米以下使用 和非热带气候条件下 安全使用 充电器的型号 WCH013YZ 65W电源适配器 输入规格支持 100-240V的全球电压 USB C1口 C2口输出规格 最高功率 20V 3.25A C1加C2口总输出功率 就是20W加45W 也就是65W的一个总输出功率 中国制造 这里是4类使用的标识 双路绝缘标识 6类电子产品标识 请勿扔降垃圾桶标识 然后这里有一个 Designed in California 我的英文读不标准了 这就是加利福利亚州设计的意思吧 整个充电头连包装盒的重量 152.8克 单充电头的重量 106.6克 充电器的高度 52.3毫米 宽度38.8毫米 厚度的话 40.4毫米 连折叠插角的高度是 68.6毫米 整个充电器一个椭圆形的一个造型 拿在手上也就是跟一个鸡蛋的大小差不多吧 整个充电器看上去还是非常精致的 充电器外观部分看完了 我们就进入实际充电测试 手机的实际充电之前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个充电口 它的充电协议的情况 首先这是Type-C1口 它协议支持的情况 PD 3.0 65W PPS QC5 PD 3.0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V 3.25A 65W功率 PPS档位一个 3.3-21V的3.25A 这个DCP和F2.4 则是两个基础功率 这个是它Type-C2口 它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 跟Type-C1口是一样的 PD 3.0 65W PPS QC5 固定档位也是5个 最高20V 3.25A PPS档位也是一个 只有一个3.25A的PPS 两个基础功率 DCP和F2.4 从这个充电器的协议测试来看 它的室有协议的话 支持的并不是很好 所以说我们测试手机充电 我们先从PPS协议 PD协议开始 其他的手机 我们做一个兼容性测试就行了 首先这一部手机是荣耀的90GT 这个手机可以支持100W的PPS 我们用这个手机来采集它PPS的充电数据 可以显示60W的充电标识 现在这个手机还有3%的电量 我们直接采集充电数据 这个手机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这个曲线图前面最高功率52W 最低功率50W一共充了5分多钟时间 这是高功率的时候 后面的话就直接降到25W左右的功率 一直充到90% 然后逐渐的进入捐流充电 直到电充满 从3%的电充到100%的电 一共用了52分钟时间 这个是符合PPS 60W的一个快充的速度 我们看一下充电器的温度 给手机充电的时候 它的最高温度是55度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5度左右 这一部手机是苹果13 Pro Max 我们直接采集它PD27W的充电数据 目前这个手机也只有3%的电量 这个13 Pro Max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前面12分钟非常稳定的 25.6W的功率一直在输出 这个25.6W 这个是真实的功率 然后从12分钟开始了 就是功率波动的情况 一共延续了30分钟的功率波动 这个应该是充电器在强大功率的吧 我们放大看一下 它的功率最低的时候是14W 最高的时候是25.6W 然后后面的话 峰值功率要低一点点 但是低谷的功率都是14W 然后在43分钟的时候 变成15W左右的功率 一直在持续的输出 在49分钟的时候 就逐渐的下降功率 直到充到80% 从3%的电 充到80%的电 一共花了57分钟 符合PD27W 充苹果13 Pro Max 一个正常的速度 然后我们看一下充电温度 最高的时候就是47度 这个温度也不算高 充苹果手机 它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 我们室内的温度 今天下午就是27度左右了 这个充电器 它是一个纯PD的充电器 所以说我们手机实际充电的话 我们就测试它的PBS 和苹果手机的PD充电的情况 我们现在就是用 我的这一个充电站 来拉它的65W 长时间功率负载的一个情况 看它的最高温度是多少 用我这一个充电站 可以把这一个充电器 PD65W的功率 拉到62W的真实功率输出 我们来采集它的温度信息 这个充电器 真实功率 62W的功率 已经持续运行了 一个小时30多分钟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非常笔直的一个充电曲线图 温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温度 这是我测过的正规品牌里面 温度最高的一个充电器 它的最高温度达到78摄氏度 我们用热像仪检测出来的温度的话 比我们用温度探头检测出来的温度 要高几度 这个检测出来在82度左右 我们今天室内的温度24.9度 为了让我们这个测试的数据 更加严谨一点 我们前面一次 拉它的功率拉得有点高 60多瓦 我们实际应用的时候 65W的功率一般都在58W左右 所以说我再进行一次烤机测试 这次我们就用这个60W的充电站 把这个功率稍微降低一点 我们让它53W的真实功率 一直持续的输出 再来测试一下它的温度 这第二次运行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足足的运行了一小时 30多分钟时间 功率一直为之在输出53W 非常的稳定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 最高温度69.9度 也就是70度吧 然后这个表面温度的话 我们用热像仪来测试一下 热像仪测到的最高的表面温度是73度 我们看一下充电口温度 充电口温度最高温度是78.8度 53W的功率持续输出 这个温度确实是温度非常的高啊 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这个纯PD的充电器 对其他安卓手机的快充兼容性怎么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小米手机 这个是小米充电功率67W的手机 显示快速充电 这是真实功率 大概15W左右 这部手机是荣耀60 它的充电功率是66W 我们用它来测试华为和荣耀不支持PPS的手机的兼容性 只能显示普通的充电标识 我试了几根线 它一会儿5V的10W 一会儿又是9V 这个对华为手机和荣耀手机不怎么友好啊 这个是三星的Note10家 老款的功率可以显示28W 超级快充2.0 一小时左右可以满电 如果是新款的三星的话 功率会更高一点 这个都有20W的功率 新款的话跑到30W功率 完全是没问题的 这部手机是绿厂OPPO的A3 Pro 这个手机的自充功率是67W 只能显示一个绿色的快充标识 真实功率的话 只有十几W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iQOO Z9X 它的自充功率是44W 同时它也兼容PPS33W的功率 可以显示Vivo的闪充标识 PPS33W 这里显示的是27W 真实功率的话是28W左右 这个高功率得益于现在 Vivo慢慢慢慢的 把它的私有协议都公开了 它可以支持公版的PPS 而且还可以支持UFCS的融合快充 这些充电器的话 对于蓝厂的手机还是比较友好的 这一个充电器 它的充电口这里都标有瓦数 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这个功率是怎么分配的 充电设备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库代客的10号 和库代客的15号来测试 这两个充电宝的自充功率 它都是90W 首先我们启动Type-C1口的 65W功率 正式功率57W 然后再来接上Type-C2口 不会断流 但是功率会重新分配 变成了45W加20W的一个功率模式 我们拔掉Type-C2口 Type-C1口它也不会断流 功率会重新分配 变成PD65W的功率 这一次我们先启动Type-C2口 启动它的PD65W功率 真实功率59W 再接上Type-C1口 这边立马变为0 但是屏幕没有吸 功率会重新分配功率 同样的是 PD45W加PD20W 总功率65W 我们拔掉Type-C1口 也没有断连 但是功率会重新分配 重新变为PD65W 真实功率59W 经过测试我们可以看到 单口输出的时候 两个充电口 它都可以走到65W的功率 如果是双口同时输出的话 这一个口始终是PD45W 这一个口是PD20W 这个充电器这么贵 它的电能转换效率情况怎么样 我们现在马上就来测试一下 首先是这个充电器的110V状态 它的插电瞬间 它是没有浪有功耗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平均待机功耗 大概在0.2W 这是110V60Hz的状态 这是5V3A1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17.8W 这边直流输出14.9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4% 9V3A27W功率 110V输出29.7W 这边直流25.9W 26W吧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8% 12V3A35W功率 110V输出39.8W 这边直流输出35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88% 15V3A45W功率 110V输出49.5W 这边直流输出44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 20V3.25A65W功率 110V输出71.5W 这边直流输出63.9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 现在是220V50Hz的状态 插电瞬间浪涌功耗7.9W 然后一段时间测试过后 它的平均待机功耗为0.5W 这是220V50Hz的状态 5V3A15W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18.3W 这边直流输出15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2% 9V3A27W功率的时候 220V输出29.9W 这边直流输出26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7% 12V3A36W功率 220V输出39.7W 这边直流35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8% 15V3A45W功率 220V输出49.2W 这边直流44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89% 20V3.25A 220V输出70.6W 这边直流输出63.9W 也就是64W 折算下来转换效率91% 这个充电器电能转换效率测试下来 我们可以看到110V它的待机功耗为0.2W 220V的待机功耗为0.5W 然后它的转换效率的话 110V的情况平均下来是87.6% 220V的能量转换效率平均下来是87.4%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一个充电器的最关键的数据 就是它两个充电口的交流纹波输出的情况 首先我们来测试这个充电器Type-C ECO的纹波情况 5V3A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7.9毫浮 也就是28毫浮吧 平均纹波18.6毫浮左右 9V3A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9.6毫浮 平均纹波20毫浮左右 12V3A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8.4毫浮 平均纹波在30.5毫浮左右 15V3A45瓦的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0.5毫浮 平均纹波在21.6毫浮左右 这个充电器的最高功率 20V3.25A6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30.8毫浮 平均纹波在17.7毫浮左右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Type-C ECO的纹波情况 5V3A15W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5.5毫浮 平均纹波在9毫浮左右 9V3A27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26.3毫浮 平均纹波在19毫浮左右 12V3A36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7.3毫浮 平均纹波31.3毫浮左右 15V3A4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43.7毫浮 平均纹波在21.5毫浮左右 这是Type-C ECO的最高功率 20V3.25A65W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51.9毫浮 平均纹波在21.5毫浮左右 以上就是这个 贝尔金65W充电器的所有测试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满功率输出的温度 确实是不尽人印 62W有78度的温度 53W它也有70度左右 这样的温度手机用用还行 长时间给笔记本电脑 还有这些大功率的设备使用的话 这个高温会严重影响使用体验 而且影响这个充电器的使用寿命 但是这个充电器交流纹波控制表现 确实是很极品 比苹果原装的做得好 这一个贝尔金65W售价298元 确实是很贵 大家购买的时候三思而后行吧 但是想一想 它可以同时给两部苹果手机充电 也是很不错的 毕竟两部苹果手机总功率也就40W左右 我要做的就是把真实的测试数据展现出来 供大家参考 这就是我的目的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